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流行性乙型脑炎每年影响约3万到5万人 导致1万到1万5千人死亡 流行性乙型脑炎 俗称移脑 病原体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 叫Epidemic Type B Encephalitis Virus 国际上称日本脑炎病毒 叫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us 属于黄病毒科 儿童发病比较多见 病死率比较高 幸存者有时会有神经系统后遗症 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是正单链RNA病毒 20面体立体对称的结构有包膜 表面有血凝素 结构蛋白有三种 C 为一颗蛋白 M 为机质蛋白 位于包膜里面 M 为镶嵌在包膜的糖蛋白 组成血凝素 只有一个血清型 不同地区 不同时期分离的病毒株 无明显的差异 疫苗的预防效果比较好 如图所示 病毒颗粒的 E 蛋白为镶嵌在包膜的糖蛋白 负责吸附 穿入 M 蛋白为机质蛋白 位于包膜里面参与病毒的成熟过程 一颗蛋白形成二十面体的立体对称结构 这张图显示了乙型脑炎病毒的基因组和编码的三个结构蛋白 和至少七个非结构蛋白 乙型脑炎病毒的培养可以通过动物试验 如鼠易感 脑内接种三到五天动物发病 表现出典型的神经系统症状 多种传带和原带细胞培养 如地鼠肾细胞 乙型脑炎病毒培养 可观察到细胞病变效应 乙型脑炎病毒的传染源是带病毒的蚊子和无症状 有病毒血症的加畜 加禽 幼珠是最重要的传染源和中间宿主 传播媒介是酷纹 疑纹等 蚊子也是长期的储存宿主 人类是中墨宿主 乙型脑炎的流行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地区性 北方地区6到10月份夏秋季节高发 与蚊子密度的高峰期一致 这张图显示了乙型脑炎的流行环节 病毒通过蚊子在猪 牛 羊 鹅等动物中形成自然循环 蚊子叮咬人类 可能引起感染 乙型脑炎病毒的致病特点 99%的人为隐性感染 亚临床感染 无症状或症状不明显 险性感染多见于儿童 主要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症状 包括发热 间接性癫痫发作 肢体不自主运动 运动性吃雨和嗜睡等 50%有痴呆 偏瘫 智力低下等候遗症 乙型脑炎病毒的发病机制 带病毒的蚊子叮咬人以后 病毒在网状内皮细胞 局部淋巴结增值 其中少部分人会出现第一次病毒血症 将病毒带到肝脾等单核细胞中大量增值 再有一些人会出现第二次病毒血症 病毒侵入中枢神经把器官 引起脑食质和脑膜炎 临床表现出高热 惊觉 昏迷等症状 不能达到把器官在临床上会表现为 隐性感染或顿挫感染 乙型脑炎病毒感染后主要诱导机体体液免疫反应 病后获得持久稳定的免疫 在临床上 乙型脑炎可表现出不同内型 轻型体温在38到39度 患者神智始终清晰 有不同程度试睡 一般无抽搐 脑膜刺激不明显 多在一周以内恢复 中型体温在40度左右 有意识障碍如昏睡或浅昏迷 偶有抽搐 病程约在10天 重型体温在40度以上 神智昏迷 持续性抽搐 可出现呼吸衰竭 恢复期常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异常 及贪婪表现 爆发型有高热或超高热 深昏迷并有强烈反复抽搐 可在短期内因中枢性呼吸衰竭而死亡 幸存者也常有严重后遗症 乙型脑炎病毒的 一般性预防措施包括 防蚌灭蚌 幼珠预防性接种疫苗 人的特性预防 主要接种灭活移脑疫苗 保护率可达60%到90% 减毒活疫苗 在出生晚8月0时 接种第一剂次 两周税时 加强注射第二剂次 关于乙型脑炎病毒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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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